最近你谈了好几期教育话题 有网友指责你 说你想推行美国那种快乐教育 让学生学不到什么东西 阻碍中国崛起 你怎么看 哎呀 这些人 他的信息不知道从哪来的 在美国呀 真正的贵族教育 确实是快乐教育 反而是贫民的 贫民窟的学校 那就是监狱 因为贫民窟的学校呢 他的教育资源特别匮乏 老师也不是特别优秀的 好老师都跑了 这种学校里边呢 行凶比较多 吸毒啊各种 所以呢 在这些学校里边 你上学要经过安检的 费城的好多这种小学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高中 你要上高中 你得经过安检 就怕学生带刀子到学校里边去 然后呢 学校里边就是 严格管制 不许在这个走廊里边乱跑 然后呢 这个整个就像 真的像监狱 那么里边呢 他那个老师呢 成天 最主要的任务 是教孩子 遵守纪律 学不到多少东西 真学不到多少 但是贵族 贵族教育完全不一样 贵族教育呢 特别强调 兴趣啊 她是 启发学生的兴趣 挖掘学生的特长 我姥姥的 那个教育理念 真是符合 从字面上来讲 是快乐教育 我母亲就是快乐教育的 这个成品 我姥姥办那个学校 现在还在 她那个学校 三十年代办的 她的教育理念呢 就是说 从干中学 你学知识 从哪儿学呢 从实践中学 我每次讲 我姥姥这个教育 前几年 在这个 新冠以前 在我父母的 故居那儿 他们好几年 每年组织 这个 北京的中学生 初二的学生 到农场 去参观 去学农 他们在那儿 要住一个一周 然后呢 每年呢 我要到农场去 春天和秋天 春天讲七场 秋天讲七场 讲我父母 讲我父母呢 我当然要讲 我姥姥的教育理念 因为我母亲的人生选择 离不开 我姥姥的教育理念 那么我姥姥的教育理念 是什么呢 就是 特别跟毛主席的 教育理念 非常相似 它是要启发 学生的兴趣 挖掘学生的特长 我就给学生 问学生们 就说 我姥姥的学校 除了数理化以外 你猜还有什么 是必修课 学生们 猜来猜去 后来 我说 你在农场啊 在那个学校里边 学生必须养牛 必须挤奶 还要到食堂 帮助这个做饭 等等 然后我就问学生 就是 你的理想高中 是什么样子的 哎呦 好多学生 想不出来 他们就想着 后来他们说 我的理想高中是 没有作业 我说 我姥姥学校 坚决不留作业 哎呦 学生高兴死了 然后我说 比这个还 还好 你猜是什么 然后学生说 想不出来 我说 你最恨的是什么呀 他说考试 我说 对了 我姥姥反对考试 我妈上那个 高中四年 没考过试 哈哈哈哈 现在的老师 现在的家长 不堪 不可思议呀 你你你你高中 你不留作业 不考试 这怎么学呀 但是你知道什么呀 这种快乐教育 培养出 大量的科学家 大量的明星 大量的人才 那个学校毕业的学生 他要要上MIT 上Harford 上什么的 基本上啊 要想去都能去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成绩 非常优秀 因为你想想 教你物理的 化学的 数学的 音乐的 历史的 等等 教你的这些人呢 他对他所学的东西 特别投入 特别热爱 你想想 大家都知道 上过学都知道 你喜欢的课 肯定是一个好的老师 这个老师呢 启发你的兴趣 哎呦 你的好奇心 给挑起来了 哎呦 那你就特别喜欢 所以如果教你的 不管是教室哪一方面的 他特别能引起 你的好奇心 你呀 真不需要担心 学生不好好学 真的 学生呢 会费勤 忘食的学 因为学生 有天然的 好奇心 现在的 中国的青年 你看 从留言里边看到 绝大多数 留言里边说 我真不知道 我对什么感兴趣 这才是悲剧 所以 真正的 所谓快乐教育 并不等于 没教育 真正好的教育家 恰恰是把 教育 和玩耍 结合到一起 我姥姥就是 这样特别厉害 她呢 就能善于 比如说带学生 到爬山 爬山运动 一边爬山呢 一边看植物 看这个树林里边的 山林里边动物 然后研究啊 比如说 这个山里边的石头 石头为什么这样子了 你看山里的石头 还有形状 有层次 这里边就看 就地理的 这个地球的演变呀 然后呢 各种物种啊 就是大自然里边 有的是值得 人们去好奇的 然后你 你有了 这个户外的活动啊 你接触大自然 然后你回到 课堂里边去学 学生物啊 学化学 学物理的东西啊 你看 当时的学校里边 那个建筑啊 宿舍呀 食堂啊 办公室啊 好多都是 学生帮助一些 专业的技术人员 一起去搞建筑的 那么建筑的过程中呢 你都要学 三角几何呀 屋里呀 建筑啊 都是学生帮着一块去建筑 所以都是这个 整个从养牛 种地 食堂 盖这个 盖食堂 盖这个 宿舍等等 在这些劳动实践里边 大家接触到了 物理学 化学 生物学 是这些东西 引起了 大家的兴趣 所以呢 学生呢 上学 是天堂 然后就 就探索 自己到底 对什么感兴趣 然后就 钻到里边去 我母亲 上小学的时候 有一个 她的语文老师 告诉我姥姥 说我母亲 有学习障碍 智障 我也遗传了 就是对这个字母啊 数字啊 颠倒 所以我经常把中国人名字给颠倒了 把一些成语给颠倒了 然后呢 比如说翻一个一书啊 目录里边说395 我跑到359页去看去了 数字会颠倒 字母会颠倒 所以我母亲从来在文学上呢 不是非常优秀的 但是呢 她的抽象思维非常发达 虽然文学老师告诉我姥姥 我母亲这个学习智障 但是那些数学的 化学的其他的老师 都说我母亲有那个 有天赋 所以 真的按照中国的教育 我母亲考不了大学的 我呢也难 真的 因为我们现在的 这个选拔的标准 是这种应试教育的高材生 所以你你觉得好像 快乐教育 是没教育 你完全错了 因为教育应该是快乐的 如果教育不快乐 你培养的不是人才 你培养的是奴才 你愿意自己当奴才 还是当人才 这是很明显的 因为你要是教育本身 如果不是快乐的 你是培养的 驯服工具 真正有发明创造的 他必须是 有独立思考的 没有独立思考 你不可能有发明创造 所以好多有些留言呢 指责我 拿快乐教育 来妨碍中国的崛起 你说反了 你呢 是为中国崛起帮倒忙 要真正要崛起 要超劲道 你必须培养大量的人才 而不是培养大量的奴才 好吧 关于这个 咱先聊个这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